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放学后 我赶回家换下洗得发白的校服 把地上养母用来擦鞋的衣服抖一抖穿上 又在煤炉边蹭了蹭 看着水缸里那个浑身脏兮兮 衣服破破烂烂的小女孩 我才满意地笑了笑 挑着两大桶加了猛料的肥料往田里去 远处传来养母骂咧咧地喊声 赔钱货 干点活磨磨蹭蹭地 回去非打断你的腿 我自顾自哼着胳膊里他 因为很快 我真正的家人 就要找来了 果不其然 不出一刻钟 村长带着几个衣装讲究 气度不凡的人找到我们 还没等开口介绍 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就上前 毫不嫌弃地拉起我沾满梅灰的手 心疼得眼眶都红了 小小 我是妈妈呀 我是养母从镇里的人口集市上 特价买来的 照她的话说 小时候随便给口饭 让我帮忙干活 长大了直接嫁出去给弟弟换彩礼 我激动地回握住妈妈的手 澄澈的大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向往和依恋 一旁穿着精致小套装的江心月 皱着眉捏起鼻子 嫌恶极了的样子 妈妈 你们不会弄错了吧 这个人又脏又臭 哪里像江家的千金 看着眼前精致漂亮的女孩 我眼睛一亮 翠生喊了生姐姐 就要去和她握手 却不小心踢翻了脚边的肥料桶 江心月来不及躲避 褐色液体带着不明义状物 在她的小套装上滴答滴答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啊!死丫头!我要杀了你! 浑身上下散发着恶臭的江心月尖叫一声 就要扑上来打我 我直接疯了一样跪在地上 哭着磕头 求她原谅我 对不起!姐姐!我是死丫头!我是赔钱货!不要打我了!谁能忍受失散多年的女儿!就这样跪在地上磕头道歉 妈妈心疼地把我拉到身后护着 影眉瞪着江心月 声声又不是故意的 怎么骂得这么难听?要怪就怪你自己嘴巴臭 自作自受 转而又回头 半蹲着与我对视 柔声问我为什么要跪下来磕头 还骂自己是赔钱货 不远处的养母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迟疑半课 才怯生生开口 妈妈说我是赔钱货 带我回来就是为了给弟弟换财礼的 每次我没有好好干活 都要跪下来道歉 还给我饭吃 妈妈脸色马上就变了 把我拉到怀里细细安抚 爸妈的气度和装扮 看起来就不是一般人 养母不愿和他们结仇 装模作样喊着冤 天地良心 我好吃好喝养着他 没想到竟然养出一条白眼狼来 好吃好喝 那为什么十一月的天气 生生还穿着破洞的脏衣服 他掖在原地 支支吾吾 说不出一句话来 妈妈没多说什么 冷着声和养母交涉 把我领回去的事情 很快手续办下来 我就被领回安城的大别墅里 名字也从敷衍的何晓晓改回姜如生 妈妈轻易地拉着我的手 向我细细介绍房间和布局 温生问我想要住在哪里 我憧憬地望着那间朝阳的屋子 迟疑着不敢开口 直到妈妈再次温柔催促 才小声开口 选了最角落的小房间 这么多房间 生生为什么要住最小的呢? 爸爸妈妈把我接回来 给我改了那么好听的名字 已经对我很好了 我以前都是住在厨房的过道里 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 我不能那么贪心 给我一个小小的房间就可以了 闻眼 妈妈的眼睛又红了 她轻柔地摸摸我的头 哽咽着开口 没关系 生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就应该住在最大最漂亮的房间 一旁沉沉默着的爸爸 也温声开口 是呀生生 在自己家里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要快快乐乐的就好了 江新月走上前挽着我的手 笑吟吟提议 不如就让妹妹住在我的房间吧 采光好 地方也够大 爸妈犹豫了 他们在路上就和我说清楚了 江新月虽然是领养的 但也是江家的女儿 名义上算是我的姐姐 总不能我一回来 就一碗水端不平吧 江新月不依不饶 上前挽着妈妈 熟忍地撒着娇 我也想当个好姐姐 宠一宠妹妹呀 家里并不是没有其他采光好的房间 江新月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我当然知道她在打什么算盘 上辈子 她也是这样 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 手里却还偷偷留着一把钥匙 往里面放点什么东西陷害我 都在方便不过了 一开始是几张钞票 几条小项链 妈妈原谅了 后来是爸爸高价拍下 价值连城的祖母率吊坠 没有任何高门 会忍受一个手脚不干净 还撒谎成性的人 人赃俱获 爸爸妈妈对我彻底失望了 她还在旁边煽风点火 虽然妹妹从小在山野里长大 没有养成正直的品质 但也不能偷东西呀 见我沉默着不搭话 江新月急了 走上来 揽着我的肩膀 正要开口 啊! 我一把将她的手掀开 她猝不及房间 狠狠摔在地上 手肘着地 发出一声断裂的闷响 反应过来 妈妈错愕地看着我 声声 你怎么能推姐姐呢? 爸爸也沉着声 开口呵斥道 回家了 就得改掉那些乡野做派 不能动不动就推人打人 妈妈 我慌乱地抬起头 对上妈妈失望的眼神 泪珠大颗大颗滚落 姐姐碰到我的伤口 好疼啊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裂开的伤口向外秘秘渗着血 浸透了妈妈为我准备的新上衣 纯洁的底色染上脏污的血迹 我又要跪下道歉 对不起 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妈妈 你们把我救出来 已经很好了 要不我还是走吧 妈妈小心翼翼把我揽入怀里 心疼得眉头紧簇 说什么呢? 是妈妈不好 没有注意到你身上的伤 还差点冤枉了声声 爸爸也低声给我道歉 商场上驰骋半生 从来雷厉风行 喜怒不行于瑟 这一刻愧疚地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 我冲着江新月的方向 嘴角勾起紧她可见的挑衅角度 江新月用扭曲的姿势趴在地上 眼泪忽了一脸 尖声叫着 贱人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看不惯爸妈对我好 闭嘴 妹妹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故意推你 再骂她一句 这个月的零花钱别想要了 表面是斥责 实地里 却是雷声大 雨声小 我推了她 就会被斥责乡野出身 没有教养 可她这样骂我 只是轻飘飘地一句扣零花钱 哪怕我才是亲生的 她只是爸妈辽表慰藉 领养的 可十几年的相依相伴 爸妈心中的天平慧还是有意无意向她倾斜 更不可能舍得把她赶出去 上辈子 她们的回护 给了江心月一次次欺辱我的底气 不过没关系 认清自己原来一无所有 更能一往无前 毕竟 只有富有的人才会害怕失去 一无所有的狩猎者 只会慢慢潜伏 等待机会 一击击重 没有期待 不害怕失去 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妈妈连忙找来家庭医生给我上药 粘连着伤口的布料被一点一点撕下 鲜血不断涌出 我忍得浑身冒冷汗 还强扯着笑 摇摇头安慰妈妈说不疼 她哭得浑身颤抖 滚烫的泪水落在我手背上 想要什么和妈妈说 妈妈都补偿给你 这个时候 没人在意刚刚还重重摔了一跤的江新月 她上辈子最喜欢玩这种手段 假装被我推倒 委屈地问爸妈 妹妹是不是不喜欢她 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 那我也不能白背这个锅吧 既然这么喜欢地板 那就多待一会儿呗 最后我还是没有住进江新月的房间 妈妈心疼极了 说我就是太乖巧懂事了 我扑进她怀里 软着嗓子道 姐姐对我好 但生生知道 喜欢的东西被人抢走 是什么感觉 小学的时候 花花老师送了我一个很可爱的晴天娃娃 我特别喜欢 每天都要抱着睡觉 后来被弟弟抢走弄坏了 我难过了特别久呢 我的画 字字句句都扎在妈妈心间最疼的地方上 毕竟 众星捧月的江新月 从小玩具手办多得能堆满一个房间 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晴天娃娃难过呢 在妈妈满心欢喜 为养女布置玩具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亲生女儿 或许正缩在厨房屈黑的过道里 因为失去一个破步娃娃 而难过得泣不成声呢 晚餐时 妈妈问起我上学的事情 我在村里已经读到高二了 但不管怎么说 村子里的教育肯定抵不上安城的贵族学校 妈妈怕我跟不上进度 问我要不要找家教补习一下 再安排去学校里 上辈子的我敏感自卑 本来打算接受妈妈的建议 却被江新月几句阴阳怪气的话窜多 妹妹的基础真的很差吗 那要好好补补了 蓝培的门槛可是很高的呢 硬生生说自己可以 还拒绝了一切补习的建议 后来在第一次月考后 领回了一张总分一百家的成绩单 还害得妈妈被班主任约谈 我彻底沦为全年级的笑话 隔壁班从不听课地混混 还专程跑到班里感谢我 说因为排名进步 她妈妈特意奖励了她一辆最新款的机车 可我已经重生了 那些已经复盘过千千万万次的题目 再也不会难倒我 对上妈妈询问的眼神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妈妈 我的基础很好 不用担心我 江新月轻蔑地扯了扯嘴角 却在妈妈望向她的时候 装出一副真心为妹妹担忧的样子 蓝培的门槛可是很高的 平时都是全英文授课 妹妹在村子里 有学过英语吗 我只乖巧地笑了笑 别担心 姐姐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 你是在为自己比我多接受几年精英教育 而洋洋自得的话 那我会在 你最得意的领域 战胜你 我亲爱的 姐姐 开学路上 爸妈实在放心不下 亲自开车送我们过去 妈妈坐在后排挽着我 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担心和不舍 要是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妈妈 知道了吗 别怕给我添麻烦 得到我的再三承诺 才肯放下心来 目送着我们离开 眼看黑色的卡燕离我们越来越远 江新月终于撕下好姐姐的假面 吃笑一声 语气里皆是不屑于嘲讽 山姬还想变凤凰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一会儿上课听不懂 可别哭出声来 我也不生气 自顾自笑出了声 等她气急败坏 问我在笑什么时 才缓缓开口 对呀 这个家里 谁是一响天开的山姬 还不够清楚吗 叫你一声姐姐 别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吧 你 江新月气急败坏地抬起手 想狠狠教训我一下 她从小被接到江家 众星捧月 谁敢说她是山姬 我轻轻抬手捏住了她的腕骨 娇滴滴的小公主就瞬间动弹不得了 要知道 我从小就在田里干活 厨地 挑肥都不在话下 别说一个娇生惯养的江新月 很多爱炮健身房的男生力气都比不过我 姐姐 还想打我 忘了上次的肥料了吗 我微微偏头 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样子 笑得天真洋溢 你那次竟然是故意的 贱人 你为什么要回来 她歇斯底里的大吼 丝毫不顾忌这里是人来人往的校门口 路过的同学纷纷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们 但那又怎么样呢 江新月霸道跋扈 在学校可是出了名的 无论如何 弱小可怜无助的我 都更像受害者吧 看准时机 江新月的竹马顾流川从拐角走过来 我适时撒开手 重重往地上一倒 好痛啊 姐姐 你为什么要推我 同学 你没事吧 顾流川注意到我们这边的闹剧 大不留心走到我身边 拧着眉头瞪了江新月一眼 腿有点疼 撕 感受到带着保茧的手指 轻柔地按着我的脚踝 这里疼吗 我配合着她手的移动 乖乖点头或摇头 她叹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把我扶到小医院 少年桀骜的眉眼上 难得挂着几分笨拙的温柔 我怯怯地缩在病床上 拉着她的衣角 任由她给我敷着冰袋 好点了吗 江新月那个人就这样 以后她要是再欺负你 你就跟我说 我给你撑腰 我没事 姐姐应该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一时不小心 顾流川眼神复杂 你还真是 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她慌忙按下 没让我看清来电人 找了个借口躲到外面接了 我灵活地从病床上翻下来 理直气壮地靠着门边听墙角 电话对面的女孩大概是气疯了 怒吼声陆陆续续传进我耳朵里 那个贱人 接近她 怎么样 顾流川吊耳郎当的声音响起 你那个妹妹 和你说得完全不一样啊 感觉就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小白花 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 婊子 装的 吃 我看你是反应过度了 这种货色也值得你担心 将大小街收拾过的人还少吗 电话内容越来越无聊 两人你来我往开始调情 我慢慢挪回病床上 心里却忍不住冷笑 上辈子也是如此 江新月派她的竹马来接近我 妄想用一点点小恩小惠拿捏我 嘴上说着都告诉她 会给我撑腰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不要捅到爸妈那里去 从来没有见过光的女孩 就像天真的飞蛾 被蜡烛的火光迷惑 但靠近了才知道 那是会灼伤人的 就在上辈子 我写满了厚厚一本《暗恋日记》 终于鼓起勇气跟她表白时 撞见她和江新月躲在阁楼里接吻 你和江如生的关系可是越来越好了 不是你让我去骗她的吗? 又吃醋了 那个土包子 身上一股大份胃 每次靠近她 我都恶心地要死 重来一世 既然要玩 那我就主动出击 陪你们好好玩 不过这次 玩法 可得由我来定了 第一节课开始就是全英文授课 分组讨论时 江新月特意热情地把我拉到她的小组 讨论时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聊得热火朝天 我局促地坐在一旁 面前摊着一字未写的笔记本 江新月挑挑眉 故意把话题抛给我 我瞬间占红了脸 尴尬地连连摆手 更是在总结发言时 刻意晃着我的手 跟老师大声推选我为代表 声声可是村里的高材生 口语特别优秀呢 让她给我们做个示范吧 她的小狗腿大声调笑复合 真的假的 大学霸 给我们秀一个呀 这群高门子弟 仗着家里的资源 从小接受最高等的精英教育 以调笑别人为乐 上辈子 我别搅的英语口语 几乎成了全年级的笑柄 他们把我拦在厕所门口 朝我戏谑地吹着口哨 非要我用英语 磕磕巴巴地求他们 才肯放我走 我缓缓起身 冲江新月灿然一笑 大方自如开始汇报 一口纯正的音音流利又优雅 老师的眼神 从一开始的漫步惊心 到后来 充满赞叹和惊讶 老师情不自禁 开始鼓掌 带动周围同学掌声一片 我是如此惊叹于你的才华 小狗腿倒吸一口气 你不是说 它是村里来的 什么都不会吗 我冲他们挑挑眉 语气张扬 我们村子高材生就是这种水平啊 姐姐从小接受全英教育 肯定比我厉害多了吧 江新月气得脸都绿了 和身边的小狗腿相视一刻 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像是憋着什么坏招 江新月从小就被浇灌坏了 受了气 就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找回来 她的眼神像敌涕虫一样 死死黏在我身上 可我下课了不是跑去找老师交流心得 就是坐在位置上整理笔记 压根没有给他们下手的机会 直到从反光玻璃里观察到 她鼻孔都气得胀大了几分 我才缓缓起身 往厕所的方向去 果然 刚走进厕所 门就被砰一下摔上了 贱人 给你脸了 敢在课上耍我是吧 说着 就要伸手来扯我的衣服 旁边的小狗腿还举着手机拍照 哎 真贴心 我还正愁没有证据呢 领口被撕扯 露出里面白色的内衣袋子 头发也被拽乱了 他们坚声笑着 拍照留下我的耻辱照 还威胁我 如果你敢告诉爸妈的话 我就把这些照片都发在网上 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骚货的裸照 我缩在角落里 低着头瑟瑟发抖 可他们如果仔细一点 就会发现 我是实在笑得控制不住了 才浑身发抖的 抬起一张垫布指甲划痕和淤青的脸 我眉眼弯弯 笑得礼貌 完够了吗 姐姐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我一脚踹倒一个小狗腿 又死死掐着另一个人衣服底下看不出的软肉 从小挑肥料炼出来的力气不是盖的 小狗腿们瞬间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躺在地上惨叫 我伸手捏起江新月发抖的下巴 她害怕得面目扭曲 还恶狠狠地威胁我 你敢 不怕我告诉爸妈 把你赶出去吗 好吵 我直接把她的头按进马桶里 又把旁边的直楼倒扣在她头上 她拼命挣扎 也逃脱不了我的手 只能从喉间发出咕噜咕噜的吼声 这样就安静多了 是不是 旁边的小狗腿爬起来 想偷袭我 又被我反身一脚踹飞了 到近身后一排脏拖把里 我望向那个摊在地上 浑身发抖不敢动弹的小跟班 玩耳一笑 徐欢姐姐 一直帮着一个洋女 可不是明智地选择 我想 你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吧 她惊愕地看了江新月一眼 然后朝我疯狂地摇着头 哭着求饶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照片 我现在就删掉 放过我 我摇摇头 温柔地制止了她 不 你当然要说 照片 也当然要留着了 我扯了扯身上的绷带 直到洁白的底色上渗出隐隐的血迹 然后把江新月和拖把堆里的人拉出来 扣着她俩的手腕 等待跑出去的小狗腿 给我带来好消息 爸爸妈妈赶来的时候 我们正在校医院里咽伤 医生皱着眉鼠落我 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 上午刚走 现在又整一身伤口 妈妈跑上来拉着我的手腕 眼眶红红的 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江新月从帘子后面跑出来 扑进妈妈怀里 压着嗓子哭喊 妈妈 她把我按进马桶里 还把垃圾桶扣在我的头上 神语 你说是不是啊 神语 就是那个被我踹进拖把堆的小狗腿 我挤出几滴眼泪 委屈地看着她眨眨眼 在厕所的那番话 我不只是说给徐欢一个人听的 妈妈怕江新月在学校被人看不起 隐瞒了她养女的身份 丝毫没考虑过 我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女儿 会是什么样的处境 会被别人怎样揣测 但是没关系 真的假不了 榆木 也永远无法代替珍珠 神语躲过我的眼神 窃窃开口 是江新月 她说江如生抢了她的爸爸妈妈 让我们把江如生关进厕所里 收拾一顿 什么 月月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妈妈气急 上前狠狠甩了她一个耳光 江新月左脸胀红一片 脸上鼻涕眼泪糊成一片 发疯一样尖叫 我没有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为什么 一旁的徐欢也哭着和我道歉 对不起 如生 是江新月威胁我们的 照片也是她逼我们拍的 什么照片 妈妈错愕地盯着江新月 好像终于看见她温顺表皮下的邪恶面孔 我轻轻拉了拉妈妈的衣角 弱弱道 妈妈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回来 抢姐姐的爸爸妈妈 能不能让姐姐把照片删掉 我会自己离开的 什么照片 妈妈拽着瘫软在地的江新月 终于控制不住大吼出声 我问你 你到底对生生做了什么脏事 妈妈一把躲过她的手机 翻找着相册 看见我倒在厕所隔间里 衣衫不整的照片时 终于崩溃了一样 嚎啕大哭 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 收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闹剧收场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爸妈冷冷甩下一句 这几天你都不用去学校了 好好准备语言考试 之后安排你出国后 就转身离开了 江新月相当于被扮软禁在家里了 平时除了吃饭都看不见她 在爸妈的压力下 她算是消停了几天 可哪怕如此 我还是放不下心来 毕竟 我太了解她取代我的野心了 回来一个月 妈妈在饭桌上提出要办个宴会 宣布我的身份 说这话时 她迟疑地看了眼旁边乖乖吃饭的江新月 眼中满是犹豫和不忍心 最近她老老实实待在家准备出国的事 还专门挑着妈妈帮我上药的时候 跑到房间给我道歉 说自己是一时心理落差 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我看着妈妈心疼的眼神 就知道她动容了 毕竟是养育陪伴了十五年的宝贝女儿 在妈妈看来 只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 江新月一时糊涂犯了一点小错 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真要送出国 一年都见不了几次 她哪里真的舍得 饭后 我听见爸妈在沙发上小声讨论 月月还这么小 出国了 没人在身边照顾 怎么行呢 只是 这样会不会对声声不好 月月只是一时犯傻 前两天还和声声道歉了 她本性不坏 只是需要我们好好引导 好吧 那先再观察一下 本来就没指望过 他们能一次就狠得下心 没关系 火烧得不够大 再添把柴就好了 周末的宴会上 江新月总算是解了禁足 穿着一袭粉香槟礼裙 轻轻停停停地跟在妈妈身后 乖巧柔弱的样子一反以往 她还想和以前的狐朋狗友打招呼 可她不知道 禁足这段时间 她身为一个洋女 霸凌真千金的消息在学校里传开了 圈子里的其他少爷小姐都不是很愿意搭理她 生怕惹得一身骚 她只好一个人端着酒杯善善尬笑 她的护花使者顾流川不乐意了 皱着眉头 拽得二五八万 尚赶着给她打抱不平 在场的非富极贵 哪有好惹的 晃着酒杯冷冷嘲笑回去 怪不得你那么喜欢她呢 你俩洋女配私生子 天生一对 顾流川气得不行 撸着袖子就要和人打起来 被江新月一把拉住了 今天是专门为我办的宴会 要是因为江如生两人搞砸了 那她这几天不就白装了 再怎么生气 也得咽下去 继续装孙子 我站在一旁 勾着嘴角欣赏这场闹剧 身旁一身欲贴考究西装的金贵少年侧身上前 优雅地和我碰了个杯 压低的嗓音不时风发意气 合作愉快 江小姐 当然 顾少 顾流川是个私生子这是 还是这位顾少亲自找来时 我才知道的 一如既往的豪门狗血 穷小子为了利益攀上富家千金 又在发家后想起来当年狠心抛弃的白月光 甚至 还在妻子抑郁市时候 把和白月光和私生子明目张胆接回家里养 顾流川一直对顾家家产虎视眈眈 她和江新月是青梅竹马 如果他们以后结婚 有了江家的助力 和凤凰男父亲的偏爱 顾家家产几乎就是顾流川的囊中之物 也正是因此 在江新月养女身份曝光的第二天 顾亭峰就找上我来了 我要她被赶出家门 她要顾流川再也没有办法和她抗衡 相同的利益面前 我们就是最坚固的盟友 眼前 江新月拉着顾流川 走到一旁窃窃私语 距离太远 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只看见顾流川气冲冲地甩开她的手 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来 嘴里咒骂了一句 随后转身走了 留她的小青梅孤零零站在原地 江新月生气地跺了跺脚 小跑着跟了上去 宴会厅里太闷了 大家都是人惊 宫愁交错间只有身份的匹配 没有真心的交流 我厌倦了这样的应酬 端着酒杯站在露台上吹风 身旁的顾亭峰摇晃着酒杯 神色里看不出情绪 江小姐怎么知道 江新月会和顾流川翻脸 他们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差点笑弯了眼 认真思考这位小少爷 一直被顾流川母子压制着 不是没有道理的 太单纯了 怎么玩得过那些自私虚伪 浑身上下八百个心颜子的人呢 顾少 两个自私自利的人 谈感情就太天真了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任何事情里 一旦动了感情 就注定一败涂地 无论是爱情 还是亲情 上辈子 江新月备受爸妈宠爱 压得我这个亲生女儿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他们的爱情童话才得以上演 我想知道 这辈子 她只是一个快要被家人送出国的养女 对她毫无助力 他们还能不能继续甜蜜厮守下去 上辈子 我就是太重视 太期待得到父母的爱 才会完全不设防 被江新月一步步算计挑拨 彻底乱了自己的心绪 一步一步掉进她给我设的死亡陷阱里 死过一次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算计 真心才是最没用的东西 而当我不再奢求父母的爱 利用他们的愧疚 百般算计时 他们又开始心疼我 我只想好好爱自己 保护好自己 拿到一切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过好我该有的人生 仅此而已 江小姐不是刚回来 怎么好像很了解江新月的样子 顾亭峰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眼里带着几分探究的意味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太多 故作轻松笑了笑 因为她是个蠢货呀 什么都写在脸上 大概只有我爸妈看不见吧 她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 冷冷道 那我父亲 大概也是眼睛不太好 他的语气分明是嘲讽 可我却从中听出几分苦涩和无奈 谁不曾对父母有过期待呢 可不是所有父母 都会毫无保留地爱着自己的孩子 有的是幸运 可我和她 不是那么幸运的小孩 那又如何 只要最终 你想要的都能得到 就足够了 宴会过了大半 江新月和顾留川才终于现身 江新月狠狠弯了她一眼 脸上带着隐隐地韵怒 显然她们刚刚的谈话并不顺畅 她无视顾留川的挽留 甩开她的手 独自走开了 这个剑拔弩张的气氛正适合我发挥 我随手端起手边的小蛋糕 款款朝落单的顾留川走过去 她不愧是江新月最忠实的骑士 这个时候还不忘记在我面前作戏 见我过来 连忙收起那副颓膛失落的样子 冲我挑挑眉 笑得不羁 称赞道 今天很美 和那天狼狈的小花猫可不一样哦 我冲她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苦涩的笑 却没说什么 我的反应并不在她的预料之中 照前是这个时候 我早被她迷得要死要活了 被她夸上一句 怎么可能只是这种淡淡的反应 没等她想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对上我哀怨的眼神 你明明和姐姐青梅竹马 却在我面前装出一副讨厌她的样子 是想戏弄我吗 顾留川微微皱眉 正准备解释点什么 却被我更加激动地打断 你从来没想过 我知道之后会有多难过是吗 无视她眼中的错愕 我上前一步拉起她的手 眼底泪水再也忍不住 大颗大颗地滚落 我懂得 你为了姐姐来接近我 是因为怕我欺负她 因为你喜欢她 我只是 很羡慕 很羡慕姐姐 能和你一起长大 能得到你全部的真心和爱护 一套组合拳下来 痴情不悔小白花的人设 稳稳立住 顾留川彻底懵了 一边是只会和她吵架 嫌弃她没用的养女 一边是对她一往情深 知道了真相 也舍不得怪她的千金大小节 顾留川这种八百个心眼子的人 该怎么选择 她比谁都清楚 多年相伴 青梅竹马又如何 在绝对的利益权衡面前 时间不过是泡沫 所谓的真心往往禁不住任何考验 顾留川眼中闪过一丝阴影 手掌轻轻抚过我的眼角 声音温柔 别难过 一开始是她说你欺负她 我才骗了你的 见了你 我才知道 你这样纯真善良的女孩 怎么可能会欺负别人呢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从我送你到校医室那天开始 就已经深深被你吸引了 她说着 深情地望着我 就要吻下来 呀 我轻呼一声 推开她的手 就羞涩地跑开了 爸爸妈妈该找我了 该死的狗男人 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动手动脚呢 我只是作戏 可不想被狗啃哪 宴会结束 我才又见到顾留川和江新月 我乖巧地靠在妈妈身边 顾留川的妈妈挽着她爸的手 冲我柔柔地开口 如生一看 就是江家的女儿啊 出落得可真是漂亮 平时有什么问题 可以多问问留川呀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也有共同话题 文言 我微微转头去看顾留川 却在对上她直勾勾眼神的时候 一下就转开了头 动作幅度很小 只有恶狠狠盯着我的江新月才注意到了 看见我们的互动 江新月脸黑得像锅盖 又不能当场发作 气得躲在妈妈背后偷偷瞪了我好几眼 面对这样的场景 顾留川没有像以往一样站出来坚定地选择她 反而闪躲着不去看她的眼神 这点小小的态度转变 对江新月来说似乎就是致命的打击 毕竟 自从我走丢 爸妈为了精神慰藉收养她之后 她就是江家众星捧月 千娇百宠的存在 她怎么能接受爸妈和顾留川的态度转变 仿佛她活着的全部价值 就是得到所有人的关爱 她把自己当成依附着父母和男人的吐司花 就永远不会有独自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 事实上 一切都没有到毫无挽回的地步 可她自己乱了阵脚 一心都是怎么彻底毁了我 那她就是在自掘坟墓 宴会结束后 妈妈特意绕到我的房间 却迟疑着不开口 我善解仁义地附上她的手 柔声问道 妈妈是在担心姐姐的事吗 她叹了口气 才犹犹豫豫地说 你姐姐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也会严加管教她的 她一个小姑娘出国 我们真的放心不下 你看这 早料到她会反悔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失望积攒得多了 我早就麻木了 我乖乖巧巧地搭枪 顺着她的意思点了头 她欣慰地拍了拍我的手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乖巧善良的好孩子 说着 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试探道 你和刘川的关系 怎么样呀 她毕竟是你姐姐喜欢的人 她妈妈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字里行间 都是在警告我和顾流川保持距离 哪怕他们并没有实际的关系 我无辜地抬眸 笑着否认了 我和顾流川话都没说过几句 她是姐姐喜欢的人 我会和她保持距离的 上辈子那个短命的姜如生 也曾听过这句话 在壮破喜欢的人和姐姐接吻之后 在知道自己一直被荡成喉耍之后 妈妈的警告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彻底情绪崩溃了 哭闹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然后却被嫌弃斥责 是个上步的台面的东西 不该染指不属于我的东西 可那个是爱如命的傻子已经死了 被自己最爱的家人彻底放弃 死在废弃的工地里 得到我的保证 妈妈才彻底放下心来 没说两句 就急着跑去安抚那个 她掏心掏肺宠爱了十几年的女儿 其实何必呢 就算我不同意 也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 还会被他们按头安上一个恶毒小气的罪名 何不顺水推舟 把我温柔善良的人设立住了 还能获得他们的愧疚 愧疚就像货币 不拿去兑换真实的利益 那它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我何不便废为宝 给自己换点好处呢 之后 江心悦越是作妖 才越显得我无辜单纯啊 更何况 好戏即将开场 江心悦要是真出国了 该怎么演下去呢 上辈子我被她从十八层的高楼推下 活生生的少女变成一滩猙獰的血肉 她凭什么可以远走高飞 做重新开始的美梦 历经两辈子 她做过的恶事早就变成我心头的尘科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重新开始 那受害者的痛苦由谁来弥补 谁能偿还我戛然而止的生命 我做不了以德抱怨的圣母 牙字必报才是我的人生信条 从我在睁开眼的那一天起 就没想过让她善终 更何况 江心悦实在是恶毒地超出我的想象 没过多久 她就忍不住开始搞小动作了 搬进江家的第一天 我就模仿江心悦前世的手段 在她房间里安了个针孔摄像头 果然 没多久就派上用场了 下午 我懒懒地摊在榻榻米上 手机里传来少女怨毒的嗓音 你必须得帮我 不然就与死网破 你疯了吗 这是犯罪 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顾流川压低了声音 话语里的京剧却更加明显 别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好人样 顾夫人当年是怎么死的 你和你妈真的敢说毫无关系吗 什么 我和顾亭峰的交流很频繁 但她毕竟年纪轻 羽翼未封 顾家当年的事就是一潭浑水 她也没查到太多东西 但我没想到 顾流峰竟然也在里面掺了一脚 顾夫人去世那年 她也才十岁吧 原来坏人不一定是慢慢变坏的 也可能是从小就是个坏种 怪不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又牢固 怪不得那晚 江新月生气到极点 对顾流川 也还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因为 江新月掌握着她最重要 也是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条船上的蚂蚱 未必是因为目的地一致 也可能是因为风雨太大 有的蚂蚱早已下不了船 也没有退路了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恨 却有永恒的利益和交易 我更好奇了 能让江新月拿出这么大的秘密来要挟 他们在密谋的事情 会是什么呢 周五放学前 顾流川神神秘秘地 约我到操场后的假山旁见面 明天一起出来过周末吗 只有我和你 他把我堵在假山边 一双桃花眼笑得深情 好像能把人的神思引过去 我直勾勾地和他对望 两团彩云飞上脸颊 好呀 一定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周末呢 拭目以待喽 妈妈回家后 看见我床上摊着一大堆衣服 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边 便问我发生了什么 周六约了朋友出门 可我没有适合的衣服 咽巴的语气逗笑了妈妈 他问我要和谁一起出去 我一时高兴过了头 无意间就透露了 顾刘川邀请我一起出门的事情 妈妈听见之后 微微醋了眉 看起来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声声 刘川和你姐姐的事你也知道的 你们两个单独出去不合适 见我瞬间闷闷不乐的样子 他又说 要不邀请上你姐姐 你们三个一起出门 月月之前虽然干了错事 但已经诚心认错了 你们也该多多相处 培养培养感情呀 与此同时 妈妈心心念念地江新月 正躲在房间里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 语气很利 对 周六晚上 会有人把那个女的带到那里 一口价 一百万 把这个贱人卖到最偏远的山里 让他每天除了干活 就是挨打 还要给打光棍的老男人生孩子 痛苦一辈子 直到死 周六 我一反平时肃静清冷的风格 打扮得娇艳可人 还专门借了江新月的小套装来穿 他少见得好说话 没有对我冷嘲热讽 大方帝把自己的衣柜打开 任我挑选 这么重要的日子 当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 帽子 项链 手套 都不能少 下午来到和顾流川约好的地方 是人来人往的商场 人头传动间 男人戴着口罩从我们身边擦过 不小心撞到我后 连忙道了声抱歉 在走过拐角后 低着头给准备好的手下发消息 那个戴帽子 急腰头发 蓝色外套地拐回去 另外两个是雇主 一撕一撕就放他们跑 千万别伤到 我们离开商场时 夜色已经深了 妈妈打电话问要不要让司机来接我们 江新月马上拒绝了 顾流川也保证到会把我们安全送回家 回家路上 江新月说要带我们走便捷的小道 可以快点到家 越走 人流越来越少 我看见越来越阴森的路况 有点害怕 拉着顾流川的袖子就想往回走 可没走几步 我们就被拦住了 不远处 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脸上横着一条贯穿的刀疤 正眯着眼 在我和江新月身上来回打量 他身后 还有几个吊儿锒铛的混混 正拿着棍子 叙事待发 人太多了 我没敢轻举妄动 壮着胆子历生质问 你们想干什么 顾流川伸手把我揽到他身边 别怕 我会保护你们的 那群混混越靠越近 眼看着棍子就要落到他身上 江新月没有躲 反而越来越激动 开口挑衅道 你们想干嘛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赶紧给我滚开 我可是江家的大小姐 被我爸妈发现了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我正想示意他别激怒对方 却被棍子砸墙的声响吓得哆嗦 江新月似乎不够满意 怎么 你就这点本事 夜色下 刀疤脸似乎确认了什么一样 一把将江新月掀翻在地上 摆了摆手 手还没放下呢 混混们就一拥而上 将我们包围起来 拿着棍子的几个人更是盯准了江新月 见识不对 顾流川狠狠把我往混混那一推 大喊着快跑啊 就一个人死死往外冲 那群混混没有抓我的趋势 我站稳后也一个劲往外跑 只有江新月 本来就被推倒在地 又穿了高跟的玛丽针 被混混们围在角落里 他本来还嘶喊着 放开我 我是江家大小街 没等他说完呢 刀疤脸狠狠踹了他几脚 鞋尖在他纤细的手指上用力碾了碾 抓的就是江家大小街 给我打 好几根棍子同时砸在身上 江新月除了痛呼 再发不出别的声音了 我拼了命地往前跑 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 好像要把所有绝望不堪的过往都抛在脑后 我脑中闪过无数画面 十二岁趁养父母不在家 企图逃走 却被他们抓回来 吊起来独打 家里用来堵门的铁棍 比我的手臂还粗 棍棍倒鼓 我甚至可以听见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 我想起上辈子 从高楼坠下后 最后一眼的阴暗天色 深渊伸出触手 企图拉我到无边的地狱 我忍下所有的惊惧 咽下所有的痛处 咬着牙硬着头皮向前冲 直到不远处一个轻瘦的身影把我接住 逃出来了 上辈子那个死在冰冷荒地里的女孩 终于就自己于水火之中了 故停风垂谋 眼神里不眼关切 你还好吗? 我大口大口喘着气 没事 自远而近的警笛声划破长夜 在这个夜晚 一切的罪恶和污垢都将被洗刷 我抬头往巷子的方向看去 终于要结束了 我刚逃出小巷子没多久 警察就赶来了 那群混混正打得起劲 一开始并没有当真 他们混迹街头巷尾这么久 都是老油条了 早就摸清哪里是适合下手的地方 这么偏僻的小道 平时压根就没有什么人来 哪怕被发现 等警察赶过来 他们早就把人给转移了 直到被制服 感受到手铐冰冷的触感 他们才彻底慌了神 江新月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被送到了医院 直到爸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我捧着一杯热水 眼眶仍泛着红 手和小腿上还有大片大片的擦伤 不停地往外渗血 怎么回事啊 生生 你姐姐怎么样了 妈妈红了眼眶 扑上来抓着我的手臂 姐姐在病房里 但是 我向病房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欲言又止 你说呀 妈妈急得不行 扑上来抓着我的手臂 撕 旁边帮我处理伤口的护士 看不下去了 开口谴责她 你到底是不是当妈的呀 都碰到病人的伤口了 她还在流血呢 你张口闭口都是姐姐姐 她受伤你看不见吗 这时 两个警察从病房里出来 走到爸妈的面前 语气凝重而冰冷 是江新月的父母吗 江新月涉嫌故意伤害罪和人口拐卖 我们需要对她进行刑事拘留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刀疤脸和她的小弟很快就招了 是江新月找到了我的养母 让她在当时把我买回来的集市上 联系到他们 一百万的价格 能让这群刀口舔血的人 抛弃一切理智和恐惧 爸妈听到这个消息时 满是不可置信 冲进江新月病房里 揪起她的衣领 歇斯底里的大吼 你怎么敢的 那可是你妹妹呀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爸爸失望地看着眼前这个 她曾经最骄傲宠爱的女儿 挫败地低下头 一言不发 江新月求救时伤了嗓子 只能发出痴痴的嘶哑声音 不明真相的护士连忙跑进来制止 狭小的病房里 咒骂声和嘶吼声混成一片 我站在不远处 冷冷地注视着这场闹剧 一言不发 罪恶浮出水面 天爱沦为仇视 粉饰的太平被无情打破 人间荒芜一片 谁敢说自己是无辜的呢 那天出现的顾廷峰不是偶然 突然出现的警察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从商场出来之后 跟着我们的人 不只有那群混混 还有一对训练有素的保镖团队 那天 警察审问刀疤脸的时候 问过一个问题 你说是江新月雇佣你的 那你们怎么会认错人 后来 顾廷峰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认错人 我耸耸肩 语气淡漠 他们为了不被人发现 只通过电话联系 那群人对我的认知 只有江新月的语言描述 如果只有我和顾流川两个人出去 那目标确实很明确 可我把顾流川邀请我的事情 不小心透露给妈妈 她肯定会要求我带上江新月一起 区分两个不熟悉的女孩 最大程度是依靠他们的服装打扮 她出门前 非要我戴那个浮夸的帽子 还说披着头发好看 呵 头发还不好掩饰吗 帽子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扔了 还有最好辨认的衣着 那天出门 我专门找江新月拿她的小套裙来穿 外套是根据她的打扮 才挑的衣服 她穿浅绿 我就穿浅蓝的双面针织开衫 大晚上的 他们肯定会找个偏僻隐蔽的地方动手 你说 那么暗的天色 两个女孩 都扎着头发 一个穿着白色毛衣 另一个 看着好像是蓝绿色 目标是谁 应该很清楚了吧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设想 可能出现一切意外 我的计划并不周全 我只是在赌 赌一切能按照我设想的顺利进行 我让顾亭峰给我二十分钟 如果二十分钟后 我没有及时逃出来 再行动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一切尘埃落定后 她还问过我 明明知道有陷阱 为什么要以身犯险 夕阳的余灰洒在她身上 趁得整个人都熠熠生辉 一身贵气难掩 我站在明暗分界线的那头 一点光都透不过来 就像我的前半生一样 在昏暗阴冷的泥泞中挣扎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我的人生扎根在烂泥里 不狠下心连根拔起 把所有淤泥都除干净 就永远不会有心声 只有我亲自去了 才能让所有罪恶 都浮出水面啊 江新月 我养母 还有该死的人贩子 任何一个 我都不会放过 当年 如果没有人贩子 我不会在深山里痛苦挣扎数十年 每天除了干活 就是挨打 半夜只能睡在潮湿脏屋的过道里 半夜醒来 还有耗子在眼前窜来窜去 吃饭就是两个冷硬的馒头 再就着养父母和弟弟的剩菜 我连一点汤汁都舍不得浪费 我曾经拼了命地想逃 却被他们一次次抓回来 吊起来 独打到半死 打到嘴里都是血腥味 打到浑身上下再没有一块好肉 这些刽子手 将一个个鲜活明媚的生命推入泥沼 每当我受苦挨打时 可能还有千万个孩子 在承受着和我一样的痛苦 我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山沟了 我以为余生我都会腐烂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能不恨 我怎么能放过顺藤摸瓜 将他们连根拔起的机会 以身犯险又怎么样 我的心早就死在阴冷的荒地里了 现在的一身血肉 不过是我的筹码 罢了 江新月那群人正式入狱那天 我也去了 看到我的时候 他死死盯着我 眼里翻滚着怨毒的火焰 他歇斯底里地嘶吼 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这个贱人 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是你害我 爸爸怒声呵斥他 你还不知错 生生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要说夺走 也是你夺走了他的东西 我们收养了 好吃好喝 养了你十几年 你还不知足吗 没想到养了十几年 养出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竟然能想出这么毒的手段 你还是个人吗 他眼眶是冲了血的红 还想争辩什么 却被无情打断 压着肩膀往反方向走 从今往后 我们也将走上完全不同的轨道 去过截然不同的人生了 短短几天 妈妈好像突然苍老了十几岁一样 脸上是掩不住的憔悴苍白 她甩开爸爸的搀扶 拖着步子跑向我 紧紧握着我的手 好像突然悔悟了什么一样 她哽咽着 语气轻地近乎飘渺 我明明知道她看不惯你 我明明知道 你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 原谅妈妈好不好 生生 我想挣脱 却被死死扣住 可我还能说什么呢 上辈子处处隐忍 最后死无全尸的那个女孩 谁来问过她疼不疼 委不委屈呢 原不原谅还有意义吗 她再也不会活过来了 吞下柔弱善良的面具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们 就像在看一摊没有生气的死肉 在你们选择相信江心月 维护江心月的时候 我就没有把你们当成我的父母了 你们明明知道她要害我 却还要我去和她联络感情 你们的包庇纵容 才是捅我最深最疼的刀子 就这样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 妈妈 在江家的时候 我自己攒了一些积蓄 现在离开了 也够我自己独立生活到大学了 我会好好学习 去到更广阔的平台 我会有很长很好的一生 可这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了 顾廷风来找过我 她年纪虽然小 但手腕已经越来越硬了 再过几年 就能把顾家牢牢把握在手心里了 我诚心地祝贺她 我们是一类人 有着很艰难的开局 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争夺 机关算尽 哪怕把自己当作筹码也在所不惜 我拍了拍眼前清俊的少年 露出一个真心的笑 轻声道 你妈妈在天之灵 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再见到姜母 是在离开江家三个月的后 她堵在我的公寓门口 她早就没有出见时候的贵起端庄 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还有胃干的泪痕 我的声声啊 妈妈都想起来了呀 上辈子 你死的时候 才十七岁呀 妈妈的女儿 妈妈的心肝 你疼不疼啊 她跪在地上 撕心裂肺地大哭着 疯疯癫癫的样子 好像真的有多么伤心呢 我冷冷看了她半赏 才说 疼啊 你们说我丢了姜家的脸 把我赶出来了 荒废的工地里特别冷 我还能感受到自己生命慢慢消逝的感觉 所以 你还哭着喊着让我原谅你 你们配吗 她愣住了 正正地看着我 你也 想起来了 我从来就没忘记过 言罢 我再没有搭理她 关上了门 不知道她那天是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多久 就有律师带着一堆资料上门 说江傅姜母已经签了合同 要将他们名下70%的财产 直接转移到我名下 成年那天正式生效 这是他们欠我的 我找信得过的律师看了合同 确定没有问题后签下了 年纪轻轻 就是给十级富婆 有钱有闲 但我还是很头疼 这次模拟考的成绩下滑了整整三名 差点就要调出年级前十了 我忧虑每一个高中学生普遍拥有的 平凡的小烦恼 挠挠头接着刷题了 真好 我有钱 平静又平凡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美好在等待我去体验 云卷云书 又是一年春